好,好,我們來馬里歐 哈囉,我的名字是馬里歐,馬里歐,從台灣 哈囉,很高興認識你 好可愛 年紀這麼輕的男生,要怎樣全是這樣的情侶大型 大家要好好詢問他 接下來我們來的女士,李士苗 大家好,我是C.A.C.A.C. 我是日本來的事業家 好,講解是不錯啊,真的是三位啊 今天第一次算是來到台灣這邊跟我的朋友們見面 然後當然有很多的粉絲,有很多的媒體朋友們 對於他們都非常非常好奇 所以我們有一點的問題給你們和女士們 所以我覺得這是馬里歐 我們現在先問一下馬里歐好了 因為馬里歐他從愛在仙樓初戀那件小事的清純小男生 忽然超越尺度的演了這樣的一部情侶片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婉陽上戶煉獄的部分 那感覺就好像陳妍希忽然說我要去日本拍A片那種感覺 你們知道我們比喻吧,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問問看 所以馬里歐,我們已經看到你的最後一部電影和你的工作 而且這部電影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是有什麼要分享給觀眾和媒體 這部電影是不像任何其他部電影我做的 這部電影很難為我 哪部分? 這部電影很難為我 因為這部電影是很難的 因為這部電影很難為人的 因為這部電影很久的電影 然後我對我來說很難做的 因為我女生很難看 電影很長的電影 所以我對我來說很難 也很難看 我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電影 《O public的電影》 一件事 你還在這部電影 在那部電影 是你自己的名字嗎? 不是,有時候是個角色 你只有22歲嗎? 我?我變成24歲 你變成24歲 為什麼是困難的? 你意思是這部分的部分嗎? 因為我以為尼爾,我們早就知道了 所以很簡單 做角色 你已經只把角色說了 在尼爾爾,你們只知道了嗎? 除了很多事 當然 是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同一位教授,我们都在同一层学院,我们都在同一层学校 但是,我们都在同一层学校 那是同一层学校的同一层学校,对不对? 我们是同一层学校的朋友,在同一层学校 因為我們知道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我們要很專注重視乎其他人的語言 是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翻譯 我想各位認為程度都沒有像他們這樣 所以我還是請翻譯幫我們講一下 在拍攝電影的時候 因為就是有劇本 然後他也有練習那些台子 所以說然後他還有一些 身體的動作所以其實都還好 互動都還不錯 但是反而是在鏡頭之外 就是看裡面是底下有的時候 要溝通的時候就不需要好翻譯 那種地方嗎? 其實最後的練習 我以前是在拍攝電影的時候 在拍攝電影的時候 就開始了 其實他都非常清楚 他沒有辦法預先練習 就是進到泰國 然後開始拍著 邊拍著邊練習 私的台詞是 泰國歌手的ナットフィリアさん という方が 声を当てて下さっていて その 声に 声が合わせられるように 泰國を 喋ったんですけど やはり発音までは というほど 準備の時間がなかったので 私の口の形は 泰國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も 声はナットフィリアさんという 歌手の方が あっています な 他因為沒有時間 可以好好的 充分練習 所以說 他其實有配音 是因為泰國歌手 幫他配音的 然後他是為了要 但是他還是想 盡量讓自己的嘴情去對上 所以他就練習這個嘴情 但是因為 發音很難抓準 所以還是需要 配音的方法 了解了 剛才在我們第一次問到 就是 マリオ跟ニオ之間 兄弟之間的情誼 他們本身底下 就是好朋友 那我可以這些 所有的現場媒體 我們稍微再做一下 翻譯 他說其實在拍 這部片子的時候 他覺得 他就是專做一個演員 專職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 他並沒有造成他 太大的困難 那我剛才有問就是 ニオ說 如果私底下 因為他剛剛講說 他自己在學校的時候 就是同一個老師 所以他們會討論 很多事情 那在戲裡面 事實上 馬力歐跟ニオ也是 有同一個老師 是性方面的老師 我就會問他說 如果在私底下生活上 如果 ニオ碰到一個女生 他會介紹給他 還是有個自己用 他覺得說 他只能留下來自己用 所以這個兄弟之間 還是有很多事情 會分清楚的 那剛才我們問到 就是 西野翔的部分 有一件事情 是蠻好玩的 因為西野翔在 電影裡面 他演的是一個 很焦躁 很囂張 很跋扈的一個 一個妹妹 那妹妹反而 後來欺負哥哥 可是我們今天 看他在現場 講話就是 非常的溫柔的 一個笑女人的樣子 那請問他 在演這種 笑到麻糊的戲的時候 心裡面在想什麼呢 有很多 有很多 半年生的身為男孩所也太大事 所有人もの大好 würde 但但是 valle女孩就是真覺得 Brandon 我是所有事 gospel 可是女孩 挑戰的場合 我首先是 我的forge bedroom 我首先是 人間的性格是非常有動作的 所以,首先,那些人是怎樣動作的動作 所以想要重要的動作 好,接下來的質問是 不好意思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馬力歐和牛都非常好 也非常可愛 我一點都不想要欺負他們 就是因為在這個電影裡面 這個橋這個角色就是非常的任性 然後非常的壞 就像是陳剛剛說的 然後,而且他其實也是 天津小姐的頭腦也很好 這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個性 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想要揣摩一個角色先要從他的舉動 所以我就從坐姿、站姿、走路的樣態 基本開始來揣摩這樣 當然以專業的演員來講 我們當然不會講什麼 但是心裡面總是會不會發生一些 尷尬或好奇或好笑的事情 OK 其實,當我們拍攝那些演員 我們在拍攝那些演員 他們都是拍攝那些演員 只是拍攝那些演員 只是拍攝那些演員 只是那些演員 是很尊重的 但是當我們拍攝那些演員 我會覺得有點傻 所以… 所以… 你很傻 因為… 因為… 你只穿著演員 你只穿著演員 你很傻 但… 你的演員視也找來看 你肚可者 你必須想想像他 你必須想像他 他是小年輕人 他就講了他是希望說他當然私底下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 但是導演跟他講說他要演出他在戲中Ken這個角色 就是他是一個小仆人要幫著他的這個主人王 我們是Mario去征服很多事情 大家要幫他出很多鬼點子啊 然後身體又練得這麼好 所以他就在戲裡面當然是希望演出一個專業的演員該有的表現 但是私底下他是非常害羞的 but we see that you see your body building is very nice did you do some training for that? I'm sure I have workout for like 3 days a week for 3 months before before shooting and during the filming 2 months also workout too and control the nutrition like 5 months 好接下來這個部分他講的就是大家比較不感興趣的部分 就是男生如何減重減肥 他就是保持著自己一個非常好的身材 那麼在裡面三天 在演出之前他就一個禮拜做三天 每次做三小時的訓練 然後重量重量包括自己的這個營養 他還有熱量他都控制非常非常好 and mario yeah what do you think those other two guys make it for me uh it's um for me i don't find it weird because uh because you're not shy no you're not shy at all no i'm i'm shy but you know but when i'm in the in the movie when we filming the movie you know so um the director he don't make us feel like we have to or we shy and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uh it's it's not just like people having sex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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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it's not like i mean it's like uh he make it like um everything is is we make we're filming movies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uh like um no good and stuff dirty stuff nothing like that you just i think that's natural yeah and he make us feel that um the is a is a is everything has reason in the movie for for the every character what is other doing so uh and sometimes you know like sex in this movie uh they have many kind of reason like uh some some characters have sex because they have to uh like have to pretend to be someone or sometimes have to who have to it's like um it's like uh he have to control people in the in the in the house so he have to use sex to do that so for for me for me filming like seeing people naked it's not for me it's not like uh it's it's a new new experience but for me i think it's the director he make he make it make us think and and we really believe that that is uh is what happening in the movie but uh i mean is there any embarrassing moment or if if what what happened if there's real like you know the physical reac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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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what you mean like i mean what kind is there any embarrassing moment oh embarrassing yes uh moment moment yes not movement sorry moment embarrassing moment no no i have no it's because you know like we be not like try to like uh like seeing each other like hopes or stuff like that we coming to did you just say boobs yeah yeah i know it's it's what it's natural but for me i think it's is what the director they taught us before we film the movie we're not we're not coming to make a break x movi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e're doing something like we're making art so our art our our feeling our thinking inside is really hard so we don't think that it's really something no good and stuff cool so did you uh until now uh did you get any uh response from your fans yeah of course uh what did they say they say um you know because the chandara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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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 the part the story everything is is it's a very old story yes and people in thailand everybody that has watched this movie before you know because it's made twice yes it's a 10 years this is christy john yeah this is the third time so people know that if it's chandara it has to be about about the classic one yeah this kind of movie they have to have this story like erotic scene so so people are expecting like erotic scene and if people think of chandara they think of is is you cannot help it so but when people watch this movie that they find out this is not only talking about erotic there are many kind of stories many things that is a good message to yes 刚才呢我們跟這個小男生聊了方他真的是想法非常成熟的一個男生 問他說在戲裡面會不會有尷尬的時刻他也說完全不會啊會不會有身體上的 反應他也說他就是做一個很專業的演員必須要做因為導演安排其實啊這部電影有一件事情是 這也是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 他可能在戲裡面沒有注意到的 每一場性愛的戲 他其實都代表了一個意義 包括了他的父親 必須用他的身體征服家裡面所有的傭人 然後把這個在泰國屬於這個武器社會的這個家族的這個大權給奪回來 其實這是一件 這是一件非常原始但是有用的辦法 只是說你們不會想到說 他竟然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去征服家裡面的每一個人 包括了所謂的半人妖的庸人 所謂的年紀的大的老的小的 他通通都征服 那每一位譬如說他第一次跟他家裡的庸人發生了新關係 或者說當他們在 所謂的Nio跟謝祥在一場性愛的戲裡面 然後又被發現了 然後最後還出來 其實都是有一些就是贖罪的心態 然後帶罪高揚的心理 還有一些就是對於傳統社會還有規範上的一種挑戰 所以他每一場性愛的戲其實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剛才馬利歐也特別有講到 那麼當然我也問他說 你的粉絲們對你拍這樣的戲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他說沒有啊就很支持他 就是很喜歡他也可以演這樣的戲 因為他說囉就是 因為Jandara這部戲呢 重拍了三次 那麼當然他沒有辦法去避免 所以很多人一聯想到Jandara這部戲 就把他聯想到跟情欲這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但是他最後有講的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情欲這件事情他是有很多面向的 然後你要去理解他你要去欣賞他 但是 Kost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